本届夏季联赛都为二轮行手抓住了机会 打出了好的表现 这期视频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表现出彩的二轮行手们 大家好,我是Terry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 司令狼二轮33项目行手 来自于点燃队的加拿大球员Landon Miller 这位广角身高超过69寸206公分 臂展72寸的球员 在下年场均可以得到16.9分 10.1篮板 1.6助攻 一抢断0.8封盖的数据 他全能的身手让人印象深刻 不仅有时可以像后卫一样控球传球 还可以像内线球员一样篮下进攻和抢篮板 而让人比较惊喜的 则是Landon Miller的远投命中率 在下年的比赛中 他有19投7中 36.8%的三分球命中率 比他在点燃时期 有了不小的涨幅 这让森林狼球迷足以相信 这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天才球员 是他们主队在选球大会上的一个简陋 当然Landon Miller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 例如他持球时 有时候还会显得有点顿顿的 外线投射稳定性仍需要加强 同时随着经验的累积 其球场判断力和决策力也有待提高 整体来说 从天赋和能力展示的层面讲 Landon Miller在夏季联赛的评分 可以达到A减 接着按照选秀顺次来说 绝今二轮37顺位的Hunter Tyson 在本届下联的发挥 同样让人眼前一亮 他场均可以砍下21.8分 拥有58.3%的投篮命中率 51.7%的三分球命中率 和88.9%的罚球命中率 这位身高6尺8寸203公分 2000年6月出生 现年23岁的极战力 在克兰姆森大学效力5年 最后一个赛季有场均15.3分 9.6篮板 1.5中分表现 其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成 在布鲁斯布朗离开之后 下赛季绝今作为未免冠军 需要有更多的年轻球员 可以从替补棋站出来 为球队提供支持 绝今去年一轮行秀 Payton Watson是一个 基本功和经验相对来说 不错的Hunter Tyson也是一个 而Hunter Tyson在夏联的整体发挥 则可以达到A的评分 然后今年选球大会 另外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二轮球员 则是凯尔特人二轮38岁位的 新五名大侠 来自于阿肯色大学的焦丹沃士 这位体侧光脚身高近66寸198公分 臂斩近72寸的球员 在夏季联赛的机场比赛中 场均可以喊下16分 4.2篮板 1.6助攻 一抢断的数据 在防守方面 他的移速可以跟得上小哥后卫 他的强壮的身体可以顶住前锋 而焦丹沃士的长臂 则对于对位选手投篮来说 有着极大的干扰 至于进攻方面则更加让人惊喜 焦丹沃士不仅可以在内线无位的攻框 也可以外线命中远投 他的转换进攻和无球跑位做得都很不错 尤其在球队战胜活人的比赛中 新五名大侠一人夺得25分8篮板的数据 并命中两极三分 如果接下来他能继续将外线投射技术精进 那么焦丹沃士的下线则会非常有保障 本届下来他的表现可以达到A的评分 正好二轮新秀中必须要提到的 大线是骑士二轮49顺位 来自于东密西根大学的Emane贝茨 这位前全美第一高中生在下连有场军 17.2分6篮板 1.2助攻0.8封盖0.8抢断的数据 帮助球队拿到了拉斯维加斯下连冠军 而他则将自己的投篮能力完全展现了出来 尤其是三分线外有超过40%的投篮名称率 这让贝茨入选了下连第二阵容 下季联赛的测试贝茨已经合格了 甚至拿到了优的成绩 接下来就是季前赛 如果他再次合格 那么我们就有不小机会在NBA常规赛的舞台上 看到他的身影 而如果贝茨未来计划长期在NBA立足 那么他的投篮选择 防守和出球能力 则需要持续加强 至少此次下连的表现 我们可以给他打到A加的评分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